据环境时报3月17日报道 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司令肯尼斯·威尔斯巴赫称 美军的F35隐形战斗机近日已在东海与中国J-20隐形战斗机近距离相遇 此次事件为全球首次 肯尼斯·威尔斯巴赫从对手的角度对J-20的表现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我们看到了相对专业的飞行 他们把J-20飞得非常好 J-20所属的指挥和控制体系让我们印象深刻 值得一提的是据央视新闻此前报道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空军 王海大队所在旅已经装备J-20隐形战斗机 J-20装备有国产涡扇10B发动机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兼击航空兵最新型的主战装备 J-20的特点有具备高隐身性 高机动性 高态势感知 一 它的机动性和飞行品质表现优异 二 能够先敌发现 先敌发射 可能在敌人没有看到时就已经把敌机击落了 三 具备高态势感知的特点 世界上配备数量众多的传感器 能够集成和融合各方面信息 为飞行员进行态势决策提供支撑 夜战中J-20担负超视距空战和空中任务指挥官的作用 发挥主导带头融入体系 牵引体系 推动体系 实施有效对敌超视距打击 最终锻造全时代战的空中铁拳 网友看过J-20英姿后机动表示 让欧美看看东风的天空已经不是他们撒野的地方